你可以直接相当于摇晃去 那这样的话 其实当然很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 对我们来讲就是这个人 那这个人在这的话 就是说人需要 我们把这个停住了 OK我们 go to the next slide 那这个人在这的话 就是说你怎么决策 因为我们人很聪明 但人不想继续人继续渔 可以下去很长时间 但是我们人比较聪明 所以怎么把这个人的决策 跟他这些机器渔的 实际上可以在水底下 工作很长时间 然后做很多很艰苦的工作 结合起来 那这是我们的研究的问题 其实这个其实是主要的 要讲的东西 下面就是说一些 我们就是说经常做一些 类似的这种 outreach 然后让一些我们学生 对这个science and technology 比较感兴趣 对吧 那有些人可能 我们在这里看到过 我们在这搞过一个 MSU搞过一个展览 另外呢就是说 这一个video就是说 在我们在Warsham DC 做过一些 一些也是一些展览 大家可以来 摇动这个机器具 这是一个robotic 然后再出了上 然后再出了上 因为所有人在学生我做了很多工作 但其实大部分工作都不是我做的 是我们实验室的老师和其他同学 另外呢还有很多工作是跟一些其他的老师合作 那像这儿我们知道这个是那个鸭鸭和小乖的爸爸 也是在跟我们一起做到很多一些科学生 还有小明和我们也有些合作 好谢谢大家 大家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问了 但是有什么大鱼和大东西攻击那个鱼 它的问题是如果一个大的鱼来攻击这个鱼怎么办 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有这个情况 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个我们有 现在大部分是在freshwater lake 但是这个大的鱼比我们更大的鱼可能还比较小 所以估计他们的想躲着来不及这个 但是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如果去海里的话有可能会 我们还我们要考虑这些就是说 因为比如说一个一个大鲨鱼或者是一个大的这个 我也有对吧 把它一口去钻进去了 那可能对他们来讲就可能这种是一种伤害 所以我们将来可能需要考虑这种 小明像今年春晚有那个无人机集群 如果放十条鱼或者二十万里 如果放十条鱼或者二十万里 我们一起cover一个区域吗 对 所以刘老师的问题是就是说 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我们叫 school of fish school of robotic fish 然后你可以更加有效的 carry out your mission 对吧 就是可以大家在水下合作 这个就是说水下这种合作是比在 其实当然是可能是我偏见了 就是比空中要容易也难一点 因为最薄的是因为什么 在水下很难通讯 在水下也就是很难互相之间难得看见 也很难很难通讯 很难定位 这也是另外一个 但是呢我们是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研究方向 我们今年水下是计划有三条 三条Gliding robotic fish 我们想做一个时间 对 我想问一下那个电磁能 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 对 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 就是说就像我说的 就理论上是可以很长时间 但这个理论上就是说 为什么说理论上 因为就是越深的话 它这个就越有效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是耗电的 耗电什么时候呢 就是你从往下走 让别人往上走的时候 你这个地方 或者往上走往下走的时候 这个transition 是需要电的 如果transition 越小的话 你这个能耗就越低 所以如果是个很深的一个环境的话 那这个就会 时间就会长一点 我们实际上就还没有有机会 能够做很足够 就是说endurance test 我们一般去做狐狸做时间的话 一般也就是去了早上 天天晚上去 然后做完到下午就收了 就没有很长时间做 今年夏天是计划做一个比较长的 可能将近三天到一个礼拜的一些时间 可能那些数据会比较高的问题 但我估计是一个礼拜到一个 两个礼拜第一次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有没有考虑到你说 他如果滑翔的话 如果你放到海里游戏的话 那有没有考虑到 如果是顺流还是涅流 如果说他自己能够探测 说我是顺流的话 那我就不用点 如果是我涅流的话 那肯定就是说 对 所以这位家长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在海里 如果周边环境 它有水流的话 你是不是可以利用它水流的 来提高你自己的更加有效的 利用你的能源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就是在水下 我们刚刚刚机器还准备一些问题 对吗 大家有点害羞啊 这个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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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个人能够探测 这个地方 他说 它能够探测 它能够探测 这个地方 我们大概估计的话 这个 因为它比较小 大概 就是可能几十个 距離的距離是幾聲碼 約30公里的距離 我有個問題 現在在那些採樣的時候 你是這樣均勻的採樣 對 然後呢 如果這取決於你有什麼傳感器 如果說你有不同傳感器的話 有沒有可能是 你可以根據 real-time 或者當地的這個情況 來做不同的採樣 來做一個優化呢 鄧老師的問題是說 因為可能看到我們剛才在狐狸採樣的時候 就有一個grip 對吧 我們充電 water columns 那這個呢 其實是一個最簡單 最原始 但是可能是最不聰明的一個辦法 就像我如果要 如果要vacuum這個room 那麼一般來說 我們做的就是拿一個 推過來的這個語 我們叫blanket scan 對吧 但實際上很多時候 我們不用 我們大概一眼一看 那個地方比較髒 對吧 我們就直接去那邊的地方 這個位置就算可以的 那我們有一個術語叫 adaptive sample adaptive sample 就是說你的 你走的這個 這個 trajectory 你的這個路徑 是根據你 你的現在想法 和你的現在所觀測的東西 來決定是 adaptive conducting sample 所以這是一個相當於 也是一個非常 現在熱的一個 一個一個 這個 topic 你們現在有幾個 Glide fish在用 MSU MSU現在有一個已經退休了 就是Grace OriginalGrace已經退休了 但我們現在有 現在有兩個 Grace 2.1 2.0 2.0 2.1 現在是 ready 然後還有再 build 所以到暑假的時候 應該有三個 你這個也做起衣架 這個魚貴了 這個問題問的 這個魚要多少錢 What's the cost? 我們所有的東西就是說 在開發的 cost 就是基本上是很難估計的 但我們想投入的 肯定整個這個 R&D 的這個 cost 肯定已經超過1 million dollars 這是保守估計 但是就是說 如果所有這些 這個 主要是因為這個 labor cost 就是我們畫的這個 人家去研究各方面的東西 這個 labor cost 如果將來其實所有 如果都做好了 就直接叫 commercialize 的話 我估計是在 less than 30 thousand dollars 這個就已經包括了 好多這些傳感器 那你們覺得也是很貴的 那是一個比較好的 車的價錢對吧 但是如果我告訴你 所有那些 Underwater Glider 你們至少從 150 grand 開始 這是炸彈性的 一般都是 200 所以如果我們能夠 這樣一條魚 其實是很便宜的 你這個漏的 你能一條魚 能裝多少貨 一條魚能裝多少貨 這個 這個還可以 就是說因為這個 它在水底下 它這個 不像在空中那個 像那些 drum 它們裝的貨很少很少 因為 都是幾十個gram 那我們 我們這個能夠 本身這個魚 是在 大概是 20 kilograms 這個大概是數量級 所以我們各個 sensor 加起來現在 大概是 五六個 kilogram 差不多 但是呢 因為它在水中 這個波音已經很大 所以它其實 我們看到的 它這個 load 其實就 就必要 在 air 里的可能 在空氣中 是重一公斤 到水底下可能只重 100公斤 100克 所以說這個 這是一個 相當來說是一個優勢 就是能夠 carry the load 是 fill up 的優勢